蝙蝠是什麼在黑暗中飛來飛去 還能準確避開障礙物的呢? 其實他們是靠聲波在導航 他們會發出高頻聲音 當聲音破到牆壁或物體就會反彈回來 蝙蝠的耳朵在接受這個回音 判斷出前方有東西還有多遠 這個其實就是聲納的概念 而我們今天要用的 HCSR04超音波感測器 也是利用這個原理來測距離的 它有兩個圓形的元件 一個是發射器 一個是接受器 當我們觸發它 感測器就會發出一段超音波 然後再等它反彈回來 再計算這段來回的時間 就能知道物體有多遠啦 那這個距離是怎麼計算出來的呢? 我們要用一個簡單的公式 距離等於聲波時間乘與聲速 聲波在空氣中跑得很快 大約是每秒340公尺 換算成每秒的話 大約是0.034公分微秒 因為聲波會從感測器出發 遇到物體後才會反彈回來 是一來一回 所以我們要把時間除以2 才是單程的距離 所以公式會簡化為 距離等於回音時間乘與0.034 再除以2 距離的單位是公分 回音的時間是微秒 而在實際應用中 我們不需要自己發聲音 只要讓ESP32送出一個10微秒的高電位到Trick角 超音波模組就會自動送出8個40kHz的放波 並在收到回音後 會在echo角輸出一個高電位埋充 這段高電位埋充的這區時間 就是聲波來回所花的時間 接著就可以把這段時間直接套入公式裡 就會得到超音波量測到的距離啦 這就是整個HCSR04的工作流程 注意 HCSR04超音波模組的量測範圍是有明確限制的 它的有效量測範圍是2-400kHz 太近或太遠都有可能導致回船異常或無畏音 因此請各位注意只能在此範圍內測試喔 HCSR04感測器的背後有4個針腳 每一個都有不同的功能 BCC是供電腳位用來接上電源 GND是接替腳位 Trick腳位是輸入腳 由ESP32給它一個短短的高電位埋充 用來發送聲波 Echo腳位是輸出腳 會輸出一段高電位 表示回音回來所花的時間 這是我們實驗的電路圖跟需要準備的材料 ESP32開發板一個 超音波模組一個 接著我們要來撰寫一段 簡單的超音波模組程式碼 打開Phony 點開MAN.py 檔 打上以下程式碼 首先我們引入一些函式庫 讓我們可以控制GPIO角 並且使用微秒級的時間來做計時 這邊設定角位 Trick腳連到GPIO5 Echo腳連到GPIO18 你可以根據實際界線更改 這裡是主要用來量測距離的函式 一開始先把Trick拉低 等個2微秒讓它穩定 接著拉高Trick10微秒 模組就會發出超音波 接著等待Echo拉高 代表有東西反射回來 如果超過1萬微秒還沒有接受到 就代表沒反射或是太遠或太近 我們回傳-1表示錯誤 Echo拉高之後開始計時 直到它變為低定位為止 這段高定位時間 就是升波來為所花的時間 這邊是用公式計算距離 把時間換成公分 回傳回去 最後進入主回圈 每0.5秒測一次距離 並把結果印出來 促成後按下置信 在實驗中 我將神鳥當作我的測量目標 你可以看到 在移動神鳥時 顯示的距離變化將會立即改變 今天的實驗到這裡結束 如果影片對你有幫助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